北港市出名的冠业大厅 其中有市委可以恭喜协港人生丁款的 抓狗女士 王阿卿 并上市市上版作 不过只要接受到新闻的记忆 够缘以后就会跟够后共同 製造幽露的抓狗新闯 现好新闻 而且只有三个没买最后提示 古着冠业司 王阿卿 和他的牵手两个人 就会製造古着新闯 北港厅有市委冠丸 故事的冠业司 王阿卿 他冰箱是实际上的冠丸 不过只要和新闻夾缘 他就会帮新闻製造幽露的抓狗新闯 而且仅仅仅不买 他表示他自小的企图 对冠业和京廟文化充满幸福 也莫过各种的冠业 最后选择抵抗抓冠业作为研究的方向 我从郭晓三年纪 帝文阿公 去北港清溪厂 做骰头 就是做骰兄这种 就是做到购买到五六年纪的时候 在那里看人家的北港装衣团在鼓中军 我在那里看不见你做的来鼓 再开始接触后 我可以去学雕刻 我觉得做雕刻不太创意 我可以去做紫座神像 用紫座 后资版 创新啦 做神像这样啊 利用下半时间一点一点来完成作品 虽然金隔过程要花半年以上的时间 但是王阿勤感觉这是为神明乎母 所以一点就不觉得累 做这个纸头 纸糊头就是要用一个 用这一个土塑做一个模型 之后 之后 再用紫去浮一个形 形之后 类似这个形做好之后 再自己上漆啊 上色啊 才完成啊 从这个土塑到完成大概半年时间啊 都是利用下半有空时间来制作啊 王阿勤现在制作的是 塞雷好兴供太平妈指定的形象 他表示自己都使用到神明知识 来制作形象 和神家园的灵感 让他感觉到創作非常有意义 因为我都利用下半时间 啊 麻祖母就给了我一个灵感 说那一大月 找那一大月哪个地方啊 去接触在公庙啊 甚至不一定跟哪一间公庙做啊 对啦 啊后来西楼太平妈 啊他们在找偶 所以在开始又制作这些啊 虽然现在传统的工庙 越来越多人团形 不过也是有一定的 修法会自己的专重 让更多人来欣赏到 传统的工庙的资美 记者人方表彩方报导 好 好 好